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沒錯 我們現在就在台東 今天呢 我們要來參加台東一年一度的盛事 鬧元宵 炸函丹 請問妳對台東炸函丹的印象是什麼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炸函丹這個活動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擬聚地方在地特色跟傳統文化傳承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慶典 那也是台東在地獨特的一個文化 那也是因為這個活動然後讓我認識了很多就是玄武堂的好朋友 然後也讓我認識現在的就是男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已經開始準備要來體驗第一天的大寒丹的炮火體驗 那今天呢 不是重頭戲 明天才是 我們今天先來試個水溫 還是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今天的翔島 鍾堂兄 這是小鏡子 嗨 我這輩子的幸福就靠你的 好 這次會讓你玩得很爽很開心 那基本配備就一定要有這個帽子 然後這個毛巾 毛巾保護耳朵跟臉 然後還有這個一定要有的就是那個耳 耳朵一定要塞這個棉花 聽說比耳塞好用 他身體還是要穿一些不會被炸到的地方 這種比較蓬鬆 彈到的時候它會吸陣 你穿那個牛仔褲彈到就黑色 而且明天的部分就是要做炮手的體驗 還要戴手套 因為你手上拿著邊毛巾 但最重要的時候就是下面這邊褲襠還要再三毛巾 不然彈到老二可能會不得了 我先來轉一下 現在不用吧 好 你要這樣褲子齁 對 男人最重要的地方 眼睛要戴口罩要戴 好 前面已經開始圍觀了 這麼安靜是什麼回事 待會他前面在做晉升的儀式 就是每一位肉身把師匯給他做一個晉升 對 現在應該是在進行到那個儀式啦 因為我們比較晚到 可是他還沒開始 所以晚到就是準時 反正今天是暖身嘛 明天才是重頭戲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現場 我們會先看到有炮堆 這個炮堆一根下面就可以全部炸掉 所以他一定要用防火符整個給他保護好 待會一炸布是整個蓋起來的 這個安全非常重要 因為這會出人命 心情已經有點坦克不安 有點怕怕 這裏要流條通道是要傳炮的 炮證會在中間站 哥不用怕 你往前面走就對了 對對對 沒有被鞭炮打到你就白來了 我是真的流血那一炸 你看你這個炸的這個版身都是耶 愛玩 沒有 回來愛玩 沒有什麼體驗 一年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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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洗浮嗎 沒有啦 來跟那個好朋友相聚啊 謝謝老大哥相聚 太棒了 現在我們中堂兄呢 要來示範一下 要怎麼拍炸寒丹 首先你要有相機 然後裝備要有齁 那 那個神叫過來了 啪啪啪啪啪 就這樣一直拍拍拍拍拍拍 等到站到你跟前的時候 麻煩 兩招第一個轉身 打到這邊齁安全 第二招 啪啪啪啪馬 轉身 你就會很安全的拍炸寒丹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掌聲鼓勵 耶 現在呢 台東市非常的熱鬧 有一些這個 鎮口啊 還有一些 販賣一些 美食的攤位 非常熱鬧的 非常的多 找一些福利給大家 尿密 正好 一 convenience 救抄 西跟紅鎮 很便宜 休息 要請 葛福利 希望 站拜 上 backstage 也是幾十年老店 它叫蘇天柱 它這裡面都是素食 素麵 素米糕 然後素湯 都非常道地好吃 對 算蠻推薦的啦 好吃嗎 素食乾麵 你待會嘗味道就知道 非常有特色的素麵 阿這個呢 阿這是湯麵 素食湯麵 阿你看它會有這個素麵嗎 對對對 阿這是米糕 麵豆鹹醬 這是麵豆鹹醬 這個味道很好 它調合得很剛剛好 對 但是有點酸酸的味道 對對對 酸酸的味道 對 很棒 我家族的麵 就是吃起來 它的味道是 相較於其他 最多的餐點來說 它是味道的 味道比較 吃的是它的鮮味 不像一般都說 是品質 但 不一樣的 風味比較高 它就是像它的麵糕 它就是很簡單 就是麥末米 然後上面就是放一些肉食料 但是它的麵糕味道 可以帶出它的 整體的味道 就是上胖的麵糕 你看 它們部落客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闆說 你們兩個都把 他們的技術學光了 好吃嗎 倒倒的挺 他兩個不收到 你過過的絕料 這個料都在裡面 裡面有什麼料來看一下 這邊 裡面有什麼 綜合 有綠豆 紅豆 花生 脆圓 你看 這賣多久了 老闆 麵瓜 37年到現在 超歸甲子了 這個元宵節 對我們台東子弟的印象就是 小時候啊 在街頭 每年元宵節在街頭 就會有一堆的鎮頭過去 然後我們就會出來討平安餅 然後看熱鬧 對 那是小時候 但是慢慢長大 你會發覺 在學生之前你會發覺 這個好像是一群壞學生在參與的活動 但是 再慢慢長大 到現在 其實我是很認同台東在地的傳統鎮頭 因為這是一個地方的文化 像我們台東炸寒丹爺啊 它至少已經六十幾年的歷史了 對啊 這個是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你說沒有 這群孩子也不行 孩子就是未來的傳承 對啊 所以元宵節對他那樣講 是非常有意義的 尤其是我們的炮雜喊丹爺 歡迎大家一起來當追野族 一起來參加炮雜喊丹爺 我們待會把鏡頭轉到齁 現在肉身喊丹爺正在集中齁 再做一個集訓啦 最後的行動 對 在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鏡頭帶一下 好 現在我們要放泡河去 他就要放泡河的地方 要噴泡河 他不可以有人吃我們 他們一票齁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再進入泡廠 紅瓣長嗎 紅瓣長嗎 紅瓣長 這邊是炮彈的預備區 來 大家正在努力的準備這些泡 等一下要使用 天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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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書印的要像 我們的上級 這群丹爺要看一面點 來補兵 這個叫做天書印 就是群丹爺 好 這個叫做 天餐 這是我們 看廿爺 orry 三 Alban �� рав 他在 Creating 頭 攝影 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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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真的大道無怨無悔 對呀 非常炸 在這個裡面拍攝的感覺很棒 就是可以享受那個震撼感 非常的棒 那事實上那個煙很多 我們都用這個蓋住 戴口罩上去那個煙還是擋不了 對 無孔無露 非常刺激 那炮彈的那個砲心打到會有一點點的痛 但是不是每一巴都會拿到 對呀 那現在我們在這個玄武堂 對 我們現在在這個玄武堂 這個是也算主場第一之一啦 非常的棒 對 你看後面的人 人非常多 那因為在釋放炮彈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一些作業時間 那冷真的非常多 所以時間有點累 對 那這是今天最後一場 對 明天 重頭戲 7.5 有咧 有咧 待會當的靠音 2 1 1 剛才拍攝的時候 很恐怖 不然都會被炸到 太恐怖了 有被炸到哪裡 炸到大腿有稍微被炸到 那下面沒有 下面沒有 那希望待會被炸一下 嗯 應該 但是 你身上都有一些 被 就是 混亂中用到 像這個是被 被香 觸到的 對對對 那這些就是 一些泡火 對對對 其實還蠻爽的 看的人明年如果 有一些心願想要還的話 可以來炸看看 你應該要來炸一下 到底在某個牛丼 上面 在某個牛丼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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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個多個 那些人 有罪 一些我們 在某個牛丼 甚麼 我的 照片 是 那個 你 有罪 不 你也可以跟ミン哥 你跟我同一生 他会一生才能 他会和我一起来 他会和他一生 好 很长 然后又会和他一生 他会和他一生 现在一生 他会和他一生 他会和他一生 三生 三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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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炸到一邊 一十分補充 現在正在領香 還好火 現在我們在群舞堂 出場 這個比任的一場都還要再跑 真的是太狂了 你看我們在炸的衝突 現在大家都來廟前這邊 要來拔杯 要拿天地掃 就是 可以平安其福的這個掃吧 這些人炸了一整天肚子餓了 對啊 腳很痠 會不會夾太少 啊 我們回到這個 中堂哥的小宅民宿了 你看這個 炸到這個 全身都屑屑 這個衣服已經穿了N年了 現在已經變成米黃色的 越來越有氣質的 你看這個就是新手 新手就是根本都沒有炮灰的感覺 對啊 就多乾淨啊 好 合適合適 太棒了 這是今天我們的 入住空間 對 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美術 嗨 我們是 算是自己的房子 對 我們的小宅 那目前 對外的還有兩舊兩間房間 這是一間 對 單冷 這個是單冷的 這是有陽光灑入的 啊 這是有陽光灑入的 對對對 太棒了 好 歡迎大家來這邊 來台東玩 就來小宅住個幾天吧 對 收費成隨便 隨便 幾百塊 幾百塊 那個水電收收就好 對對對 這次的炸燈的行程 非常棒 我們體驗到這個 透手的體驗 然後也感受到這個 臨場在這個 透震裡面的那個 震撼感 然後來到這邊呢 又有在地朋友 當然我們去吃 在地小吃 然後也住到很棒的旅店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 民俗活動 歡迎各位 明年 或往後的日子 你們有機會 一定要來台東 鬧元宵 炸寒丹 我們 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